Yo,我是老威 這個星期最近爆的新聞 就是那個MG EXPENSIVE 獨角獸啦 說錯,是MGEX獨角獸啦 如果你有考慮入手的話 你會買魂商店版還是普通版呢? 我忘記了現在那個魂商店版 你現在已經缺貨沒得買了 所以你覺得說普通版5900 跟那個魂商店版6900 差1000塊就差盒子 有些人問我老威說 那個魂商店怎麼都不告訴我盒子長什麼樣子 這樣我要怎麼入手啊 如果魂商店先告訴你說這個盒子 會自帶五色LED 打開還會喊出你的名字 你要知道模型店怎麼賣得下去呢? 好啦,開玩笑啦 反正萬代模型真的是越來越貴 也不是這一兩天的新聞啊 尤其是像我這種YouTuber 每天都在開箱害大家 真的是非常不應該啊 所以我只能講說現在買模型 不只是只有收藏價值而已 還有很多投資價值 今天開始啊 那個Tamashi 2020 終於有展場有新品了 哇,終於等很久啊 因為疫情的關係 真的最近都沒有模型展 真的是很痛苦 會展出的商品啊 會有那個很貴的悟空啊 很大的那個初號機 唉,我真的說一句 今年的那個初號機 真的是到底要出幾台啊 真的很誇張啊 反正總是大家要準備好自己的錢包啦 Ready GO!